与其是沿路狂飙 但她骑的路线 竟然是进行机车的仁爱路快车道 路过巡逻远景健壮 追上前劝说 但富人不予理会 还加速往前骑 企图从车阵中甩掉远景 最后还是被拦了下来 明明是白排机车 但富人却硬闯快车道 出示证件时还掏出钞票 让交警好傻眼 这个摩托车怎么一直走快车道 也不是黄牌也不是红牌 我就这样啊 那个客人 对后那个摩托车怎么一直在走 十澳下午三点多 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上 快车道明明进行机车 但富人无视规定 被拦下还反向远景 强迫他逆向停车 这个民众可能误以为 我们要请他逆向 或者是将潮化线或潮化岛 误以为是逆向道 所以认为是有逆向停车这个问题 所有富人无视远禁 继续把车骑在快车道上 但他的行为除了违规闯道 可以开罚600到1800元外 拦差不停更是会被处以 3000到6000元罚还 而富人明知道自己违规 却大啦啦行驶快车道 如果发生意外 害人又悍急 记者阿公雅曼陈芷芳 台北报导